各位朋友大家好 你们愿意反共的同时还赢得一大笔收入吗 现在机会来了 一批反共企业家和专家学者正在重金征集反习反共习文和行动方案 连个一等奖的奖金是高达15万元人民币 比中国最高的中文大奖的奖金都要高 另外还有二三等奖和优秀奖若干明 有文采或者点子的朋友请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详情可以点击视频下面说明栏中的链接 好 回到我们今天的故事 我们上期说到前中共军委副主席徐才厚 是习近平彭丽媛夫妇两人最恨的人 正是因为恨之入骨 那下手也就特别的狠 习近平最后学毛泽东整死 刘少奇和周恩来的方法 用折磨他 折腾他 停医等多种手段 把徐才厚整死在病床上 而徐才厚就是死了 习近平还不放过他 除了把他搞得家破人亡 还要把他的名声也彻底搞臭 在徐才厚死后一年多 2016年7月 前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在一次座谈会上发表讲话 就谈到古俊山和徐才厚的关系 大家都知道徐才厚落马 表面的原因就是因为古俊山贪腐 贿赂了徐才厚几千万元 刘亚洲当时是这样说的 古俊山的文化水平极低 但是脑子很好 他的脑子是电脑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仅仅凭着他的记忆啊 他就供出了一千多个人 什么人送的 每笔有多少钱 什么时候送的 在什么地方送的 这不是电脑是什么啊 他还有别人所不具备的本事 他有什么本事呢 他能到领导家里去一下 就能知道这个领导家里缺什么 同时呢 这个人呢 有着为了叨到自己的目的 不惜一切的能力 比方说 他给徐才厚献了女歌星 献了女演员 献了女服务员 这还不算 他居然把自己的女儿 还献给了徐才厚 刘亚洲又说 令他感到最钦佩的是 徐才厚和他女儿在里面 屋山云雨的时候 古俊山就在外屋坐着 这也是有着钢铁一般的意志啊 刘还对此曾经开玩笑说啊 王静喜是什么铁人呀 古俊山才是铁人呢 古俊山从此有了个外号叫新铁人 那在屋里屋山云雨的徐才厚是什么人呢 徐才厚落马前后 关于他的外号那就多了去了 正像我们在上一集提到的 徐才厚这个人称东北虎的大军头 不仅是国贼还被称为国妖 当然他也是新四人帮的一员 还有人说他在军队中明码实价卖官 把军队搞成了徐家庄 他当然是徐家庄的庄主 在2015年1月份 也就是徐才厚死前两个月 南京军区司令员蔡英廷 把徐才厚与中国历史上的十大奸臣相提并论 与庆复 薄匹 赵高 董卓 李宁甫 蔡京 秦快 阎松 魏忠贤 和声等人一起 成为第十一大奸臣 可以说徐才厚的绰号 比新四人帮中的其他人都要多 这里面相信有刘亚洲绞尽脑之 刚为习近平当打手 要搞臭徐才厚的功劳 据说徐才厚国妖的称号就是他的杰作 在新四人帮中 薄熙来是最有话题性的一个人 但是他出世之后 除了有时被人笑称平息王之外 并没有任何含贬义的绰号 倒是他在倒台之前 有所谓薄熙草之称 但也只是调侃 并没有咒骂的意思 大家都知道 薄熙来在大年任职的时间 比较长 搞政绩的动静也比较多 当时人们说 大年有三宝 足球服装节和薄熙草 这薄熙草指的就是薄熙来 对种草和权势的绿化 那是情有独钟 当然很多人也知道 薄熙来唱红打黑 有些人也叫他叫薄熙来 说到薄熙来 他的命运和徐才厚比起来 那真是太子党大不同 他在2013年9月被判了无期 关进了秦城监狱 不过他只是坐了大概五年的牢 就因为据说是患了肝癌 在2017年的上半年就保外就医了 据说开始的时候 就是在大年的棒锤岛疗养 现在都已经六年过去了 估计薄熙来的肝癌应该早就治好了吧 薄熙来当时是真的得了肝癌 还是为了放他出监狱 而让他看起来得了肝癌呢 外人是不得而知的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习近平当局 对薄熙来那是网开一面 并没有了赶尽杀绝 受他牵连被抓的人也是比较少的 但是习近平对徐才厚那就完全不同了 我们现在就看看徐才厚是怎么被癌症死的 徐才厚是在2013年2月 他正在办理退休的时候 被检查出患有膀胱癌的 当时虽然已经是习近平要整肃的黑名当下的人 但是仍然是退休国家领导人的身份 因此他在被查出膀胱癌之后 住进了301医院 中南海集中专家对他进行诊断治疗 中南海保健医生的水平那不是吹的 徐才厚的病情很快就被控制住了 由于外界关于徐才厚贪腐的传言 那是越来越多 本来应该静养休息的徐才厚 根本没有办法安静养病 而且还要不断的参加一些应酬 不停的被折腾 在2014年春节前的1月20号 徐才厚就和另一个退休的军委副主席 同样也是大贪官的郭伯雄 一起陪同新上任不久的习近平 出席中央军委慰驻京部队老干部 迎新春文艺演出 由于担心查到他头上的想法 始终盘旋不去 因此在2014年的春节 他南下海南三亚去度了几天假 在去吹这个河暖海风的同时 主要是去探听习近平 会怎么样处理他的风声 但是南下不仅没有缓解他的病情 反而因为看到更多的海外 关于他贪腐即将被查的这些信息 身体又开始变差了 回到北京之后 他又住进了301医院 很快到了3月15号 中央军委旧委书记杜金才 和军事检察院的副检察长一起 带着四名特警 来到北京的卫戍区的疗养院 也就是301医院 把病床上的徐才厚 叫到疗养院的办公室 正式的逮捕了徐才厚 并且还直接把他送到了 301医院的东院小栏楼 中央电视台后来还播放了 徐才厚被宣布被调查时候的画面 他在被抓的时候 穿着长袖上衣的病人服 坐在白色桌面的桌子前 低头正在看几页纸 旁边站着两个人 其中左手边的一个人 穿着的是白色军装 右手边的人穿着的是绿色的军装 当时就有香港媒体报道说 医院方面把原来住在301医院 东院小栏楼的人全都牵走了 而原本的警卫人员也都换了 几个工人还当着徐才厚的面 叮叮当当往窗户上的 钉搁离山栏等安全防护设施 301医院西院是中共专门为 这个地方省部级军队军级以上领导 治病的这个专区 徐才厚被转至东院 这就是告诉徐才厚 他已经被习近平打入令册 绝不会善了 有传言说徐才厚被当犯人 被当局控制起来以后 曾经是自杀 但是没有成功 到6月30号 在中共建党节的前一天 习近平当局开除了徐才厚的党籍 并且把他犯罪的问题转送军事检察院 7月30号 在中共建党节的前一天 徐才厚又被开除了军级 取消上将军衔 到当年的10月27号 军事检察院正式对他起诉 由于要应付了习近平一连串 针对性的打击 核对了每一次当局发现的 所谓贪腐的材料 徐才厚的那个心情 那是可想而知 他的治疗呢 根本也不可能正常的进行 他的健康状况呢 也就积聚的变坏 癌细胞呢 很快就扩散到了全身 有消息说徐才厚 自己都知道了 自己命不长了 在2015年年初啊 曾经就写信给习近平呢 请求能够见妻子女儿的最后一面 但是没有获得习近平的批准 徐才厚不知道的是 在他被抓的同一天 也就是2014年3月15号呢 他的妻子赵妮和女儿徐思宁呢 也被抓 可以说徐才厚是习近平 整数的所有人中啊 最凄惨的一个 真的是叫做家破人亡 徐的妻子在被抓之后 很快就被调查人员呢 整疯了 整天是疯疯癫癫 凤人就说我有罪啊 我有罪啊 后来有人跟他说啊 徐才厚想见他 他也只会说 我有罪啊 我有罪 最后呢 也没有去见徐才厚的最后一面 另外有传闻说 徐才厚的女儿女婿啊 同时被抓之后呢 家里面呢 只剩下一个才几岁大的孩子 没有人照顾 在几天之后才被人发现 有官方便呢 只好叫来徐才厚乡下的亲戚呢 照顾 徐才厚的最后岁月 就是在孤苦无助啊 病痛残身的情况下 苦苦挨过的 有消息说 到了2015年 习近平还下令停止 对徐才厚的治疗 2015年3月15号 也就是徐才厚被抓了 整整一年的纪念日 徐才厚呢 才终结了痛苦 在一片的喊打喊杀之中啊 死去 中年呢 是不到72岁 徐才厚就这样呢 被耽误治疗 干扰治疗 中断治疗 最终呢 被习近平给活活的整死了 当然这种整人的方法 不是习近平的发明 在他的之前呢 文化大革命里面呢 毛泽东就用这种方法呢 先是整死了刘少奇 后来呢 又整死了周恩来 手段比习近平那是更加的残酷 不过习近平 师承毛泽东 干当毛的小学生 两人蛇蝎一样恶毒的心思 倒是如出一辙 实际上习近平 也不只是用这种方法呢 整死去财后 后来成义的小儿子 陈小鲁 当年中国的隐形首富 也是用同样的方法呢 给逼死给吓死的 我们在之前呢 已经提到过 人们常说啊 死者为大 但习近平当局呢 完全不讲这一套 就像前面所说的刘亚洲 为了诋毁徐才后 那也是不顾逻辑 能编就编 事实上 怎么可能像我们开始提到的 他所说的那样呢 哪怕徐才后再急色 古俊山既然可以送他 女歌星 女演员 女服务员什么的 又怎么还会送女儿给他呢 根本没有必要嘛 就算徐才后和他女儿 要打一炮 徐才后也不会要古俊山 守在外屋当警卫啊 这完全不合常情 也不合逻辑嘛 刘亚洲是个作家 那编故事呢 是随手拿来这种变态的故事呢 也许只有他这个情场老手啊 才编得来 只不过这个故事编得来呢 是太假 破绽呢 是太多 完全经不起推敲 不过参照刘亚洲本人的经历啊 这倒有可能呢 是他自己曾经做过的事 大家可能不知道 刘亚洲也许才是中共军中啊 最大的社会 早年邓小平演打的时候 因为乱搞女人啊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 一经他在一起啊 搞什么群批啊 也就是那种群娇啊 还现场录像 结果呢 给抓了起来 如果不是他老婆李小林呢 对他还有那么一点情 在李先恋的面前呢 哭哭啼啼 说不定呢 就像朱德的孙子一样呢 就给邓小平给枪毙了 刘亚洲有才 但是呢 不得 不得不只是乱搞女人 当年呢 为了拍这个习近平的马屁呢 为了抹黑这个虚猜后啊 那也是花了不少心机啊 不过 刘亚洲 也不过就是 习近平嚼过的口香糖 最后 也落得了个徐才厚的结局 今年年初啊 就传出了 他这个内定 判了死缓 半年多过去了 也不知道判了没有 总之 为了搞死搞臭徐才厚呢 习近平可真的是 无所不用其极了 当然 徐才厚之所以这么遭习近平恨 还有其他的原因 下一集呢 我们就讲习近平派了二牛 也就是牛援 牛亚洲去接管军队 为这个登机啊 做准备 但是 徐才厚 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范的 而是呢 与牛援展开了一场 生死的较量 今天呢 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 再见